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我第一次和我妈合作 亦是第一次和她出席 一起合作的电影首映 其实她很小的时候 我都很想和她演戏 不然未有机会 可以的 OK 今次合作 那当然很开心 很意外 多谢Sam哥 给这个机会 我来和她 她刚刚做的角色很有趣 她做神父 对不对 是啊 我还记得她第一次和我拍戏 还是吃很多NG 因为我说 为什么你会这么笨 拍戏那时候会吃NG 你这么聪明 我不是 对着妈妈 真的是第一次 那场戏也很重要的 一场很重的耐心戏 那变了是 对着妈妈又很紧张 所以就 自己就觉得做都不是那么好 但OK的 其实你做那个角色神父 很好 不是 有些遗憾是很好的 第一次和我妈拍戏 就太少了 只有一场 如果再多一点 就会好一点 但我希望再陆续 再有机会和我妈 试一些不同形式的戏 因为 始终这个是太悲情 这个 那我想和我妈 试一些比较轻松一点 或者搞笑一点 那我相信 效果就更加好 想开心一点 开心一点 大家想拍些 开心一点 最重要是开心 听不到 不好意思 你有压力吗 我有压力的 因为 始终真的还没试过 和我妈拍戏 和我妈本身是 因为以前小时候 她是教我那个 现在只是你对着老师 压力一定很大 和那场戏 主力在我妈那里 我怕如果有些什么 做得不好 会影响她 所以压力是有 不过做出来 我看回是 不错的 OK的 好吧 其实我 一开机 就是当她一个 其中一个演员 不管她是普通演员 或者很聪明的演员 我也是当她一个演员 跟她一起做的 但是她一试NG的时候 我说 咦 回来的 儿子 为什么你会试NG的 哈哈 哈哈 原来呢 正常啊 试NG 正常我自己的心态 去分析 因为我以前拍戏的时候 和一些偶像 好像四哥 那样拍戏 我也是试很多NG的 因为很紧张 你觉得有什么 进步的地方可以演员 进步空间的意思 你说 我应该演技 她说 我觉得她是很厉害的 就是小时候 她生出来是一个 很好演戏的天分 有很多小孩 是教都教不了的 那么 她的领悟力很高 还有是 真的记性也很好 那么 如果她不喜欢演戏 都很难投入这一行 那么就 我觉得是熟能生巧的 是的 就是做得多 就是今次可能是 因为始终第一次 没有和妈妈演戏的 这方面的经验 我相信下次 再有机会 或者时间再长些 长口或者多些 我相信那个 进步是会看到的 因为毕竟始终第一次 就 不是做得太好 我自己不是太满意 我相信 下一次多一点时间 长口多一点 就会 很好 有信心 有信心 大家有信心 期待 谢谢